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到万通国际 魏明宇分析师 老师好 千涵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第二季的财报出来 光通讯族群的营运 是蛮惊艳也蛮强劲的 那是不是要开始启动 落后股长了呢老师 我想以在最近 最近陆陆续续公布 这个第二季的财报的部分 针对相关 这个光通讯的一些个股 不管是说 像这个3363的一个上权 3163的PRO 甚至包括像这个4979 像花星光的一个部分 我想这些个股 在第一季是形成一个全面性亏损的 那重点进入到第二季的一个公布 这个它实际上财报的一个 实际上状况 不仅仅都是全面性的一个第二季 都获利的状况非常非常好 那甚至把这个第一季亏的一个部分 也都做到一趟全面性的一个收户 那毕竟就是说针对它第二季公布的这个财报的一个实际上状况 就是说非常非常亮丽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比如说最近这个波段 尤其说在大盘形成 在从上个礼拜 就是说供这个前波那个高点 这个一万三千点的一个后续 那比如说 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叫突破的一个后续 做一个折环 那这一趟这个折环 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大概拉回 达到这个坏期间三百五十点之多 那重点我想 针对相关的一些光通讯的一些个股 在最近这个波段 反而是 丹钢企这个波段 主攻的一个要教 那尤其我们不妨看一下 就是说以今年度 尤其从这个下半年以来 我想不管是说国内 或者是说国际 尤其包括像这个大陆的部分 我想针对这个5G的一个开台 是今年这个下半年 在股市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件事情 那相对我想针对整个一个 5G的这个概念个股 尤其就是说 目前这个台股大盘在做一个高涨震荡 那重点是说 针对像5G一些相关概念个股 它是具有一个叫做 长线保护短线的一个特质的一个 整整个概念个股 因为毕竟后续 从这个今年延续到明后年之后 整个5G的长期的一个趋势 我想这个都是全部 不管在我们这个投资界来讲 全面性看好的一个产业 那相对于整个5G概念个股 我想在最近这个波段 不管是说像散热模组 像这个伺服器 尤其像散热模组当中 不管是说像奇红 像这个双红 率先股价做到像奇性创高 甚至包括像这个伺服器的部分 不管是说像股后祥硕的部分 或者是说这个4966的普瑞的部分 相关这个伺服器的一些概念个股 尤其说像祥硕已经变成是股后 那这个瑞就叫做普瑞的部分 进入到千金股 股价都已经拉高到这1000块钱以上 那毕竟相关不管是说 网通或者说光通系列一些相关个股 在这个阶段点以往 做一个股价的一个直呼 那比如说最近这个波段 已经形成一个落后的一个补涨 那后续我想针对这个5G的一个基地台 比如说它的一个整个一个高频的因素 就是说它的覆盖的一个范围很小 那后续它至至少少要比现阶段 这个4G的基地台 它的一个扩建 建制要至少来到三到四倍之多 那当然话 我想以在台湾来讲 就是说我们台湾这三大电讯厂商 到年底之前大概会建制这个5G的一个基地台 会来到这个40万座 就四千四千座 那大陆的部分我想到年底之前 至至少少还会在新生 达到这个40万座的一个基地台 那延续到明年不管是说 像大陆或者说全球来讲 这个基地台的一个建制 会高达 像大陆那边至少 还要增加80万个基地台 那全球的部分 在明年度整体来讲 至至少少 会扩建到120万座之多 所以说我想相关一些 基地台相关一些概念个股 尤其蛮聚焦在光通讯的这些个股 就蛮值得各位 在这个接规点来做这种聚焦 那大陆我们就反看一下 就说真的针对财报由亏赚赚 像这个3363的上选部分 方向以上前今天的股价做到 在让创高拉到涨停 那到今天已经形成短线的 这个短多买点讯号 甚至做了一样产生 那也立马锁住涨停 那另外包括像这个4979 像花星光的一个部分 在昨天短多的一个买讯 都已经做了一样产生 那昨天大涨今天一样延续 这个它一个创高的一个态势 那另外包括像这个3450 像联军的部分 虽然说财报还没有公布 那重点是说往在之前一个波段 已经上工过一趟 然后在前几天 它也产生这个短波的一个卖讯 卖讯产生之后股价做一个修正 压回 那压回我想到今天 这个短多新的一个波段的公司 又做到这样展开 比如说今天这个短多买点讯号 71块7 又做到这样产生 那当然的话 也要请各位 根据这个讯号来执行 这么简单的一个操作就OK 那另外包括像这个 像3163这个Poloway 一样是今年第二季 已经正式尤亏转移的一家公司 那毕竟它现阶段 短多的一个买点讯号 预计在这一两天 就会做到这样产生 那也请各位可以密切留意 它的买进的一个动作 甚至包括像这个6426 这个桶新的一个部分 这个到预计在这两三天过后 这个新的一个波段的一个公司 又会做到这样展开 一样可以请各位去留意 它的买点讯号 甚至包括像这个3083的一个联雅的一个部分 这个波段新波的一个短多的买讯 也即将要做一个产生 一样都可以请各位 做到这样特别留意的一个买进 那相关其他的一些光通讯件 的一些概念各国 我想针对后续到底什么时间点 买卖点讯号会做的产生 我们都依然 会在我们这个Lite 给各位做到这样第一时间的一个分享 是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欢迎来到老师的Lite 财经介绍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